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立法委员费洪泰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王洪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东华大学教授 施政风老师 大家好 今天境外移入的有14例 当中光是来自于美国的 就有10例 林之间突然一下宣布 不参选2022升格之后的 大新竹市长 柯建宁就抨击在党了 说没有让地质法禁服二毒 蛮干到底就是为了让群魔现行 虽然说啊 这个立法院讨论地质法当天 绿营立委一早大阵仗 都集结在议会大门了 不过立委赖世宝就透露了 当林维州委员冲上台的时候 上台的绿营立委 竟然只有五个人 难道是柯建民和林之间发觉 原来盟军根本没动作 禁服二毒不会成功 现在想赶快要找台阶下吗 立委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 当天柯建民会送禁服二毒 他们只是送案而已 那送案不是之前在那边 排队排了好几天吗 就只是要送到立法院里头 副委把这个要修地质法这件事情 可是当天因为他之前有一个恶例 就是把我们的总运算禁服二毒 所以国民党就觉得说 他当天很可能会禁服二毒 结果果然当天他们才临时送案 到这个议事组那边说 要禁服二毒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冲上去了 那民进党当然没有心理准备 不知道说奇怪 我们今天有要打架吗 我想心里面很多人就想说 是地质法 那就不用打了 因为本来心里面也不怎么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民进党IP为了胜选精算票数之后 硬排除苗栗 要把新竹县市合并 苗栗县市长需要创提报 9月时林志坚曾经打电话给他 表示可以将头份竹南切给新竹 其他乡镇切给台中 炮后苗栗则能让人一刀两分 难道真为了胜选 专挑绿营票仓来合并 市长则讲的最起话 那我觉得很不舒服 消灭市的这种作为 我觉得不以为来 我绝对没有特别要去强化说 要把苗栗做切割 这个完全只需乌有 一通电话就想刮分苗栗 难道是想怎么营救自己切 没有合并的就活该倒霉吗 网友也开骂 抢根本是土匪 反问这是在切猪五花吗 还有人说 那不然把你家那块肥田切给我 皇帝给台中辣 难道是世界大战在割地 很喜欢林志杰做了几次民调都很差 他有跑 所以他后来就不要了 回到来就是要变新竹 其实小英蔡英文那么喜欢林志杰 给他一个关当就好了 只是假如朱竹病夹章话 八都就占了总人口的八成了 几乎全国都是直辖市 蓝军红真的是世上最荒谬 缺效太难看 真的是太粗暴 太随便了 那么林志杰就说了 因为他不是后来就不敢选了吗 搞得这么难看 他就宣布他弃选了 免得整个矛头都指向他 然后他就甩锅给在野党 说都是在野党英人设置 在野党哪里有英人设置 在野党又没有要改什么 是你们要改了 然后说是在野党 一党一人之私 所以才会让新竹脱胎换骨的契机暂停了 好 我如果成为竹竹病路上的石头 为了成全大局 我们自己扳开这颗石头 讲得好像他自己很伟大 有没有很委屈 都是因为他一个人的关系 你也是未免太抬举自己了吧 好 结果是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赖士堡就说 当林维州冲上主席台的时候 上台的立委只有五个 剩下人都坐在下面翘了两腿 看啊 因为心里面想说 啊 连这个也要禁副二毒 连民进党的立委也看不下去啊 民进党之前的排队禁议场 只有说要副委 可没有被通知说 直接跳过委员会禁副二毒 所以柯建民有算过啦 如果他没有这么粗暴的禁副二毒的话 他不可能两个月之内搞定地方啊 而且我们这个会期明天就结束了 就明年开始了 所以呢 他必须在这个时候禁副二毒 然后呢 一月再开临时会 拜托哦 所有的正常程序通通都要跳过耶 那赖士堡就说那天没有禁副二毒 柯建民跟林志坚就知道说 搞不下去了啦 林志坚想说 刷刷刷的 所以柯建民说群魔献身 其实就是因为下不了台 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好这样子硬拗咯 民进党的立委就说了 事先完全不知道林志坚会退选耶 所以忽然间听到的时候 大家都是无言啊 非常惊讶 不知道怎么反应 而且在他们立院民进党的这个党团群组里头 也是一片静默 没有人有反应 那不是我觉得对于立法委员来讲 他们真的是被当塑胶啊 又要他们搞得这么难看 差点要打架 要禁副二毒 结果这个林志坚 换一看看 对他不利 之前为了帮他找工作 现在说他也不敢要了 这个柯建民搞成这样 是不是大家也都是退避三社啊 结果呢 总统府发言人又出来讲话了 总统府发言人说啊 哎呀 那天啊 林志坚在官邸跟总统报告的时候说 2014年的时候 是你要我站的啊 我就站啊 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出来选新竹市长 是因为总统要他站 所以呢 他就勇敢地出来站了 他也选上了 那现在呢 为了新竹更好 他才选择不选的 对对对 没有你新竹会更好 2022的大新竹啊 他呢 还是会继续地为大新竹升格而努力啦 那所以啦 这所有的网友当林志坚说他不选的时候 也大家通通都笑一笑就说 那就随便听听参考就好了啦 反正呢 民进党说话不算话又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呢 那你说当年2014年是蔡英文要他站他就站 那所以意思如果蔡英文要你再站2022年也会站 是留这样子的一个伏笔吗 好 另外呢 当然就是最生气的就是苗栗啦 苗栗县县长 徐耀昌就跳出来讲啊 说你也差不多了 林志坚9月的时候居然就打电话给我说 欸 我要竹竹病喔 你们苗栗的头份跟竹男就切给我们啦 那其他怎么办 其他就切给台中啦 徐耀昌就是接到这通电话 他真的当场傻眼昏倒 他说你不是把我们苗栗当什么啊 可以弃之如必喜 一刀两分随便切吗 林志坚你对这块土地的认识居然如此浅薄 对苗栗也太不尊重了吧 所以苗栗县县长是不是气炸啦 你们要竹竹病 要不然就是把苗栗踢到一边 要不然就是要把苗栗切成两半 简直不把苗栗放在眼里啊 那网友就说 现在是世界大战在分割领土吗 所以苗栗是怎样 是波澜就对了 有这么的悲情吗 网友说有够神耶 你一个小小的市场就要主导全国国土的规划 你想要怎么化就要怎么化呢 网友说笑死人了 你只是选自己要的 不要的通通推给别人这样子 网友就说了 原来国土计划就是像林志坚这样用一通电话 随便乱瞧的吗 真的完全凸显出这整个的乱象 荒腔走板如此荒唐 没有任何专家的讨论 没有任何的深思熟虑 更不是长期的一个规划 忽然间冒出来林志坚为什么 因为他要去逃原选 郑文燦说你不要来这边选 然后就急了 急了之后呢 就苟急跳墙 就说那不然竹竹病好了 就create一个新的位置让他选吗 真的是笑死人了 所以苗栗县长徐耀昌就透露说 其实林志坚九月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讲了一番话让他真的是气炸了 来听听他怎么说 让他紧接着讲 你头份跟这个竹男可以割到大新竹来 其他的十六个乡象证事 你可以播到这个台中市 这不是消灭我描迪是什么 可无遮攔 他以为说我跟他的对话 其实我旁边都有第三者在场 你甚至于你否认没有讲这个话都可以 来我听说你新竹的城堡庙很联 我们一起去城堡庙发誓 那网友说到底是在切什么东西 好像在切五花肉肥的这块我要这样子 所以说很多委员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切割的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柯总召 他就是一个立院的总召 他就这样玩弄异事 而林志坚是一个市长 网友说市长就要主导全国的国土规划吗 好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费委员 因为行政重划是关乎到老百姓的福祉 所以少数的政治人物自己密室协商 就可以来决定了吗 很多个国家都讲一寸三合一寸血 任何一寸土地 我们都不可以轻易地就把它让给别人 结果你看林志坚那么年纪轻轻 就嚣张致辞打个电话给隔壁县 比他大的县的县长讲说 头份竹男我要了 剩下那徐耀商就觉得你怎么会讲这种话呢 那我其他竹男其他你就并没有给台中好了 好像比卖猪肉还要简单呢 这是国土 平常讲从这个世界里面可以看到 他后面撑腰的人至少有两个人 一个叫他的老板叫做柯建民 还有一个就是蔡英文 事实上我们这个会期 我们一直在盯着几个案子 第一个是我们的军购特别条例 2400亿 第二个就是公投的案子 公投他用行政的不中立 刚才讲军购是非常奇怪 我们中科院通通都是做研发的 居然去扮演采购的角色 而且不受立法院监督 第三个就是这个地质法 事实上上个礼拜二 我们实物相反 现在我们本来打算 礼拜二下午 程序文会开完了 我们就打算要去 开始要去抢那个位置 他们狠狠 从11点就开始排了 其实那时候 那个门还没有关 我们立法院的议场还没有关 他们就开始去干制 那我们在推研判 他如果说他想要顺利的 尤其是13号 尤其是19号 当我们的公投 公投这个蔡英文 大胜以后 他在总统府的那个讲话 让我们警觉到了 他就想要进赴二度 其实我们是有研判到 所以从这里面来看 除了六都以外的 其他的各个县市的老百姓 难道你不生气吗 你要去做这个事情 一定要去老百姓 县市议会地方上大家的同意 这里面牵涉到 有三个重要的法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碰住的 一个是财政收支划分法 如果说你 我把所有的钱给了六都 再给了第七都 第八都 那其他的县市 他还要活吗 他在国家就 摆明了就是二等国民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 我们按照地质法是规定的很清楚 是一百二十五万人 且政治啊 经济的需要 一百二十五万是且 后面加个且 那如果他把且换成货 你看多么过分了 货以后 平常讲 就算新竹县不同意 他新竹市也可以升格啊 因为人口已经不是必要的条件了 我只要且 我觉得在政治上 基金上有需要就可以 把国土规划当成儿戏 把其他的县市的人当成 当成是塑加 当成隐形人啊 我觉得这个事件 平常讲那天 这个进步二度没过 后来我们 在我回 我自己研究室的时候 就碰到 事实上碰到一个 总共两个分别 碰到两个民进党的立委 他们都觉得 柯建民为什么要那么急 这么大的事情 可以一个月之内 他想一个月之内 就把它搞定 你想想看 昨天 昨天是27号 27号加一个月 是1月27号 28号是临时会 最后一天 他在28号 就给你表决通过 这开始就尘埃落定了 那么重要的事情 牵涉到新竹市 新竹县苗栗 乃至像张化新天 他们昨天就提出来了 我超过125万人 我要升格 我看看你重要的态度 那其他的县市呢 我是觉得 柯建民 平常讲 在全朝野的立法院 大家都知道 你就是为了你的徒弟 你就是想要做 大新竹县市 后面的后宅老大 第二 我们要指责的 真的是蔡英文 蔡英文 你身为一个国家的领袖 难道只有新竹县市 是你的选民 其他县市都不是吗 我们没有反对 新竹县市要升格 但是要符合国土的规划 符合一些条件 尤其是财政收支划分法 那么重要的法 蔡英文 你当总统 已经五年办了 你碰都不碰 我是觉得 严重失职 贪心 狂妄 嚣张 你根本就是想扮演 当皇帝的样子 不过最近有另外一件事情 好像也颇蹊跷 有猫腻吗 卡神杨慧如 涉嫌以他的妈妈 当成公司的人头 利用他获得了 WTA国际女网赛 举办赛事的机会 用假单据来福报支出 借此呢 诈领的补助将近两百万 检方昨天呢 搜索约谈了 他的母亲妹妹 员工等等 那么除了他母亲之外 其他三个人都被依照 涉嫌诈欺 未造文书等等的罪嫌交报 不过外界也质疑了 这个案件 其实早在2019年就被告发 而且当时还被 查无不法迁捷了 怎么这时候突然一下 又大动作 要开始搜索约谈呢 对于被控诈领补助款 这部分你们才的话要说明的 一人身心疲惫 卡神杨慧如 六十万元交报后 离开地检署 面对镜头不愿多谈 有没有觉得是正式破坏 连妹妹也被约谈 原来检调查出 姐妹俩以一室公司 取得宣扮台湾女网公开赛 却涉嫌用不时发票 垫高赛事成本 诈取政府核发的 两百万元补助款 遭时任体监联盟秘书长检举 涉犯诈欺 伪造文书罪嫌 其实这个案件 早在2019年就被检举 去年前节查无不法 两年过去又大动作约谈 难道是因为这件事 我们找高端 听到关键字 马上有反应 今年八月 卡神在联署PO文 不愿帮高端背书 还说现在就是不想打 高端在最后 不要再人惹谋他 随后马上因旧案 被列被告 我个人认为 我认为这次动作 太针对性了 绝对不是只有他们四个人 对于其他的工部门的 补助的部分 都没有提到半个字 杨慧如争议不断 曾涉嫌指示网军操作 网路风向 导致前驻大阪办事处 处长轻身 日前才被台北地医院 判刑六个月 现在又爆出 诈铃补助款被搜索 但私人公司 当初如何取得申请 又是哪些单位 和人士背后鼎力相助 恐怕检调更该查清楚 好 这是一个旧案子 杨慧如他申办 WTA的女网公 中海赛涉嫌 诈领了政府 两百万的补助 北检就指挥调查局 侮辱搜索 而且还约谈了杨慧如 其实这案子 感觉起来好像也蛮单纯的 因为目前为止 所透露出来的讯息 这间议史公司的负责人 其实就是杨慧如的妈妈 而董事是他的妹妹 好了 那么原本已经签结了 案发资金已经两年的时间 突然一下又开始查了 难道这人脉金流 很难查 很复杂吗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啊 因此有人联想力很丰富 马上想到了这件事 因为杨慧如最近有说话 他说了什么呢 他说高端仔不要惹毛我 有种叫官员打高端 我就是不打 我觉得3加11诺富特 就是疫情的破口 他就是没办法支持 炒股疫苗高端 好啦 所以很多网友 就联想到说 难道是因为 他针对高端的发言呢 因此贝出征 而且现在还要 这个贝来继续调查 检调来查他了吗 我们来看这个WTA赛事的成本 其实在2016年 当时这个比赛的成本 光是给选手的奖金 就高达50万美金 然后在国内各项开销的支出 是6827万 可是杨贵如飙下来之后的 这两年奖金砍了一半 给选手的奖金 只剩25万美金了 可是呢 开销还年年增加 变成8000多万元 支出还攀高 罗志强议员怎么说 他说其实啊 为了这个WTA的公开赛 以泄系的立委 有向经济部施压 中油台电等等 都有给杨贵如钱 来办这个WTA的公开赛 好像是180万 好 那么高雄市议员 康玉成呢 每个月还给杨贵如20万元 而且罗志强说啊 在康玉成给过钱之后呢 这个IDCC的账号 就攻击了大阪办事处了 后来整起事件 演变成了苏启成的不幸身亡 好 那杨贵如网军案呢 后来是被依照 侮辱公署罪判刑的 可是昨天已经修法了 侮辱公署罪 以后没有被删掉了 所以网军的官司 难道解套了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 宏伟议员 所以说难道这个网友的联想 很厉害啊 他们都说难道是因为 杨贵如针对高端的发言 不为当道所喜 所以现在被绿营 踢出朋友圈了吗 这件事情啊 确实非常奇怪 因为呢 杨贵如他那个意识公司 连续了好几年 去承办台湾区的WTA 女子网球赛 那么其实呢 他是两边来申请补助 包含中央政府 跟台北市政府 因为呢 过去这个意识公司啊 他其实他的关系 不只是泄系而已 他有帮过蔡英文 打新北市的这个市长的选举 有帮过赖清德 有帮过陈菊 所以这些民进党的天王 他们的选举的时候 他都有承包 所以从2016年开始呢 这个意识公司 就在这个体育署 拿下非常非常多的补助 2016 2017 2018 拿了将近5000万的补助 同一个时间呢 他也在台北市政府 拿了2300多万的补助 那这个案子 事实上在2019年的 这个下半年 就税末的时候 那么姨小维议员跟我 我们曾经开了一个记者会 当时呢 我们就说 这个案子非常的奇怪 因为呢 他有涉嫌 一张方票 在中央跟地方 同时申请补助 这个是有弊端的 所以我们要求包含中央 还有台北市政府要撤查 那么后来呢 这个台北市政府呢 就去查 那也透露出同样的讯息 就你知道那个时候呢 杨慧如就扬言说 他要提告我 姻小维还有柯文哲 他们说 我们两 我们三个是不实的指控 可是我告诉大家 从头到尾 他没有告我们 他没有告我们 那所以我们在2019年 就已经爆料有这样的问题 那可是呢 一直到现在 才开始真正的搜索来办案 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那当然网友非常厉害 用这个柯南办案的精神 说这里面包含他 他不 他讲说 什么XX高端的 不要来烦我 我就是不要打高端 这根本是跟当道 是完全是唱反调了嘛 还有呢 当这个陈时中 还有整个的民进党上下 都咬住说 诺富特跟三加十一 不是破口的时候 你杨慧如竟然还说他是破口 那所以你今天 跟民进党不是同一国了 所以不要管 以前还补助那么多给你 这个还帮你包庇 即便是这个 国民党的议员爆料之后 我还继续的包庇 你也没有办你 所以是不是现在开始来办你 那另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政治的意义就是 因为过去杨慧如基本上 他都是靠谢系的人马 中央有谢系的这些立委 那么台北市部分 当时他的一个补助案 谢系的议员 大家一起来帮他开协调会 可是大家也知道 现在这个 因为谢长廷跑到日本去了 所以谢系也已经有点鸟受散了 所以有一些跑到永延会去 有的跑到英系去了 所以这个派系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坚实 所以是不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而使得检调终于愿意去办杨慧如 可是检调说200万 我刚才要特别提醒大家 至少我们所掌握的 在中央体育署的部分就将近5000万 台北市政府就2300多万 那更不要说他有什么经济部啊 如果还有国营事业 那到底有多少 所以你今天这个200万 是不是只是其中冰山的一角 而我们最在意的就是 今天杨慧如是已经被法院认证的 民进党的网军投资嘛 他是帮民进党在打网军的 那这些钱到底来自于哪里 那如果今天他是用诈铃补助费 高了半天他是拿纳税人的钱去养网军 然后去攻击你的政敌就算了 还攻击我们日本大百办事处的处长 搞到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官 因此而亲身 这是国家的损失 是我们外交的损失 这当然不可原谅 所以我们现在是肯定减掉办案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 如果是因为政治因素 你才办其中的一点点 那真的还是对不起整个社会大众 其实杨慧如的意识公司 是在马政府时期成立的 可是这个标案大爆发 是在蔡英文上台之后 这个地案得标率超高的 那么甚至是只靠一张发票请款 就可以请到 1010万的补助款落贷 那罗志强先前就踢爆说 其实后面有很多泄系人满 来帮助他来要补助 包括中游等等都有拿到钱 甚至康玉成每个月还付给杨慧如20万 好那么接下来又发生 IDCC账号的攻击事件等等 虽然说康玉成解释说 是单纯的生意往来 但是是什么生意到目前为止 其实是没有交代清楚的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施老师 因为杨慧如现在是法院认证的网军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绿营人士 跟他有金钱的往来 难道这个很难查清楚吗 那么难道这会不会很容易联想说 这是不是所谓的网军的酬谢金吗 我先讲说民进党他们养人 大概会派系 应该是都是透过派系 OK你换了派系以后 那要重新排队了 那基本上就是说 如果有部会首长的时候 那当然是进入里面 看是要用机要 还是用什么样的来缺 那接着就是说 再不然就是国营事业 或者是相关的基金会 那另外一种就是 外面开公关公司 开公关公司那个比较安全 拿case OK 那这个杨慧如 大概就是最后这种的开公关 那这些人 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因为谢长廷 自从去日本了以后 他整个泄系的 还没有到树岛胡春山 OK 就是说有一些变成小英的 英系的人 那当然这里时候 就要分中央跟地方 这边要有奥远 那中央这个部分 基本上 较多部的是管碧林管妈 大概很多人都会去管妈 去处理 OK 然后接着是过去 刚才议员也讲到说 因为我们知道市长 一开始的时候 很民进党的跟他接触的 都是谢系的那些人 那谢系的人 应该绝大部分 都已经退出了 OK 所以一开始 瞧的时候 应该是谢系的 那个市议员 中央到台北市 都是谢系的 立委跟议员 帮他瞧 OK 那现在可能 撤出了以后 这个力量 那接着就是高雄 因为高雄 谢长廷在那边 当市长也蛮久的 所以那些市议员 也会帮他瞧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一个就是人事缺 然后一个就是钱在哪边 有钱就好办事 所以回头讲说 没有错 他应该来讲 就是谢系的网军头 但是话又说来 就是说网军头又分很多种 我也看过那个网军 其实在智库 或者外围基金会 还蛮正派的 你知道就是做论述的那种的 有没有 OK 但是其实这跟谢长廷的个性 有关系 我不晓得立文跟他熟不熟 立文立委 那基本上人家讲说 谢长廷是邪而不恶 OK 那有些人是恶而不邪 那有些人是既邪又恶 所以呢 那个谢长廷下面的人 跟他都很像 就是有一点邪门邪门的 但是你说他是坏人 他算是比较恶的 坦白讲 逼死一个人嘛 对不对 他算是比较恶的 所以我只能讲就是说 他目前为止 因为家里没有大人嘛 就只剩下管妈而已啦 是不是谢长廷 你会不会回来救他 我就不知道啦 不过你也知道 就是说 不要挡人财路嘛 OK 像我们这种 反正你也知道 我没有工作的话 就只好逼我 你也知道老婆会养我嘛 对不对 OK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工作的 怎么办呢 像他大概就蛮惨的吧 OK 得罪当道还是怎么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